大家好,我叫卢凯,一名坐在轮椅上的伤残居人 行动的不便,让我共家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很久没有吃水饺了,今天和家人一起煲水饺 酱油,盐,花生油,葱,姜 简单的几种食料,就把水饺馅儿弄好了 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呀 现在给搅拌一下 搅拌好以后先放在这里 然后弄一些白菜 准备煲白菜馅儿水饺 一片一片的白菜整理好了 这就准备开始切了 像白菜这种蔬菜,水分还是很多的 切好了以后,还需要把水分挤出来 你们包白菜馅儿的水饺也是这样操作的吗 它还在开吗 现在把弄好的白菜也给搅拌一下 搅拌的均匀一些 要不然吃起来有的蛋有的咸呀 童话当中的世界是美丽的 现实生活当中无从拥有 想把生活当中的每一天给过好 那面对的就是柴米油盐了 面不能揉得太软 但也不能揉得太幼 要不然擀皮的话就不太容易了 这也是面皮和馒头的区别 做馒头的话揉得时间越久 馒头越好吃 坐在轮椅上 我的人生没有多大的追求 不能像众成人一样奔跑 实现自己的梦想 但我却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 每时每刻 我们每个人可以把生活比作一场电影 我们是电影当中的主角 或者把生活比作一条漫长的道路 我们是这条道路的赶路人 去记录着一个个平凡人的生活 我这个技术怎么样呢 十多岁的时候就会了 这种轻车熟路的感觉 就像我拿起来面皮 信手捏来一样 一个一个的水饺捏好了 现在要提前把锅里倒上水 水开了以后就可以把水饺倒进去了 每一次水开以后 每一次水开以后 要加一次凉水 循环四次 等第五次水开以后 水饺也就熟了 红豆满尺热 北方的水饺就这样做好了 这是用葱拌的虾皮 开饭了 记录平凡朴实的生活 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